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宁愿这个时候来把它充足下去 不要以后来痛哭流涕 就这么的清楚了 四十年前的事情到现在 假的东西怎么能假呢 既然是这样我们都看到了 一个传统的妇女在那种环境之下 她都可以在前家人的团结合作之下 各进入先班 她说她也很不好意思啊 很不好意思能进入先班 还有你们那天不要有没有注意看 我爸爸来的时候 写助很困难 有没有 写助很困难 一直接不起来 一直接不起来 推了好几次 推了好几次 我们一直跟她说 爸爸 慢慢学 慢慢学 我们知道你爸没诡计 讲的话都是白话 有没有 都是白话 都是白话 她就当我妈妈来的时候 她的速度比较顺 为什么 你一天住久了 你也虽然当初不是住 不一样的 不一样 我爸爸是菜鸟干气 功力还没有来 真的很难接 她一来她就很痛苦 所以虽然看到她 当场苏牛就掉眼泪了 我不敢看 我不敢看苏牛 因为我看不到这一遍 我看苏牛已经一下 她那个心灵已经感触到了 一下 都还没上的时候 苏牛眼泪就掉出来 他们的电波已经通了 通了 但她跟我讲话的时候 我的眼泪是注动整颗的 整颗 你要叫我整颗眼泪掉下来 没有那么简单 我爸爸走的时候 十几天我没有掉一颗眼泪 我没有掉一颗眼泪 我是宿后看那些影片 我才掉眼泪 那样主动地掉下来 就是 互主之情 谈了这些话 别人他们说 我真的是催泪蛋 另外就连人说 你爸妈跟你讲这些 我们当下都掉眼泪 互主之情 讲了这些话 应该有个机会 我再把那些戏轮 再解释一下 给你们参考 所以说 当你学了这些 你要去讲 我们都是有机会的 有机会 有一天 你不能小看 有一天 只问你说 我看我请我 妈妈来截个眼 你搞不过在那边也是截不起来 就一直在晃 一直在晃 要不要写一点 对不对 已经转好久了 还在那边转不出来 无奈不输注 这样就很麻烦了 要不要学习 要 OK OK 好了 听闻正确的道理 你又不能是身体力行 听到圣贤讲的那些好的话 好的道理 我们就去做 没有做 你才去担忧 你才去担忧 所以有做好事的机会 一定要把握 做多做少 一会是 因为你每做了当下 你的菩萨心 你的爱心 你博爱的心 就展现了 展现了 那个才是你 真正的你 那时候给你 本性的展现 如果你当下 没有这么做 没有展现出来 做好可惜 你就被埋没掉 你的本性被埋没 你看那个乞丐 乞丐的名字叫什么 乞丐有个名字叫什么 教化主 就是教化你 他说老板 一块救我 你以后要好好做人 不要像我 以前就是不会做人 今天要赚一毛钱 都没有来跟你要 所以你拿给他 那个钱 就在教化你的终点会 他教化你的终点 你给他的终点会 你拿给他做的当下 就是你的同情心花端 同情心的另外一边 就是浮沙心 就是你的爱心 你的那种 善良的心展现 但是好可惜 很短暂 你一过去了 又会有你的本质 又会有你本来 就在社会上 那些秉性 就会很可惜 所以为什么要靠个团体 大家互相提醒 互相拉拔 互相辩策 互相鼓励 这样不可以 这样怎样 互相鼓励 可以改变 可以改变 我妈妈 我爸爸 都会讲到我小时候 有没有讲 讲一句什么 出野 对不对 有没有讲这一段 我妈妈讲说 我住小打斗你不输 从小打斗我不输 这次我爸爸讲什么 她说我能改变了 我那种出野 顾前大吉 她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真的 我们如果能来修道 就变成一条龙 如果我们要在社会上 就变成一条虫 都是同一个人 有透过学习 优族文化 整个都会不一样 确实是不一样 你要叫我们在那边 花火 在那边怎样 我们不宁愿这么做 生气的时候 拿别人的错误来 来处 做你多可怜 一个人生气 五脏会不会受伤 会受伤 所以当你闻到 正切的意理道理之后 你要露出你的行为上 内化之后 露出你的行为上 你的这里写起插有用 久而久出 我跟你讲 你的变相 你的法相 就会非常的和谐 非常的慈美善 就会非常好看 所以你有修没有修 其实看你的脸型 就会知道 像谁的心改变 你最近在借钱 连那个脸上都会写 你在借钱 你最近很春风 那个脸上也会写 你最近在找工作 脸上也会写 你在找工作 你相信吗 真的 真的 有一个班内服务的 他们的经理说 他都好 都好 我说这个女孩子 已经接近两舌手口了 他说你乱讲 真的 他内心充满的苦 没有 他都在做生意 不错 我说你可以去问他 你不要骗 我是看人专家 当然外表看是看这样 五官很端正 但是人操的时候 这两条线是不一样的 这个嘴峭和嘴下巴 下来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冷角嘴 没有这么大心肺 冷角的嘴型 他一定有好处 一定有好处 没有这么大心肺 什么都喜欢 人有苦 没有有钱没钱 是两码事 那种操心的东西 操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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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办法丢掉 这两条的 他比较有 我没办法比出来 反正你就有苦词 就在那边 后来 他们的老师就去问 就去问 他说 你好不好 很好啊 阿生好 好啊 什么都很好啊 他说 有人跟我说 你很苦 差一点 切菜一点点 都把我拔下去 不会强了 你有什么心事吗 问他上次说 他眼泪掉下来 才晓得他离婚 有一个小孩子 就是他得不到 他得不到嘛 被抢走了 那个点就放在他心上 耿耿以外不能放下 不能放下 后来 后来 他们的老师来找我说 你怎么那么厉害 我说 那个苦词有谁在脸上 没有人看到很漂亮 漂亮是漂亮 漂亮有那个苦词 还是有那个苦词 对不对 有的人长得不漂亮 没有苦词就没有苦词 因为想会随着你的心去改变 你心啊 你的心现在是怎样 苦 那个脸上就会苦 你心春风 那个脸上就会春风 你心得意 春都不会得意 得意一定会得意 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听我们正确的道理 要身体去理解 学习圣贤的甲步 人生的礼徒 乘治怀空 真的 很多事情是我们人没办法控制 素来则应 素去怎样 莫变迁 因为没办法 你不能掌控它 你一直把它放着 背那么久 你看多痛苦 两个书兄弟 两个书兄弟 出门去化缘 经过一个 一个江的时候 一个河 一个大河的时候 看到一个女儿在那边哭 黄昏的不敢过去 那个书兄说 小姐怎么样 因为我爸爸发生问题 我要赶着回去 但是我不敢过去 蹲下去 背他 背过去 根本没有五分钟 从当下开始 他那个书弟 每天对那个书兄 反正动作都不对 就对了 经过两年之后 他这个书兄就问他的书弟 这几年来 我看你对我好像很不爽 你知道吗 每一个动作 好像对我都很讨厌 到底你有什么兄弟 大家讲清楚 对不对 我们都是同修 他说书兄 你根本没有在修 哪里是患 我是同修 哪里没有在修 该化缘了 去化缘 该怎样的都是怎样的 为什么没有 你两年前 背小姐 我们什么时候 背小姐 怎么没有 有一处两年前 我们到哪里去化缘 黄昏的时候 刚好来到这个西边的时候 有一个小姐在那边哭 你就把他背过去 他说有吗 你看你还撞蒜 还撞蒜 这样 忘记了 有吗 有了 想 有了 那一处 你意思说我背那个小姐 所以你就很讨厌了 对不对 是啊 他说书弟 你好可怜 我背那个小姐 才两分钟 你背了两年多 你可怜 你好可怜 对啊 这个书兄 把这个小姐背过去 就过气了 对不对 两分钟过去 素来择应素气 地末边边边 过去就算了 助人 一下子 帮人家一下子就过去 帮着他 恢复着我修道 人的那个经过 但那个书弟 从那天开始 全部把它记着 记两年多 看这次书兄 跟他讲这样 会不会丢掉 不然继续背下去 所以你整个心上 都放了石头 所以你整个心上都放了石头 助人家 这些 过年这些的狗糖 没有还你 你还放着 过年这些一块钱 还没有还你 你也放着 这些一支 那个赛衣服的衣架 你还记着 过年这些两支英材 一个贤酒 你还记着 全部都记着 你好可怜 那个空心菜 如果拿去种 已经又种了两分地了 从那个空心菜 种下去 剪掉再种 已经种那么多 你还记那两株 太可怜了 所以你看 你就是没有凶 你没办法 素来责用素去 莫变先 没办法 把那些东西丢掉 该来就来 不该不要就丢掉 你丢不掉 一直背 好辛苦 你背太多的东西 这些有没有用 没有用 难怪人家来的时候 喊退 就退了 你退就退 还站在这里 退不了 又死不气 又死不气 又死了 为什么那么僵硬 为什么那么僵硬 因为还有很多事情 还没完成 为什么没有完成 因为你都放在你的身上 放在你的心上 撒脱嘛 生不带来 死不带气嘛 这些东西 到底学了之后 是要透过内话 去修炼的 学习丢掉 学习放下 一定要学他放下 现在放下 一定是这样的关系 今天要讲这两个 好 谢谢 谢谢大家